到大雪山避暑不用再自己开车了 台中市府西守中央打造台湾好行889大雪山线 8月1号正式上路 从风云转运中心出发 一共是有23个站点 每天有4个班次 两部的主题公车结合了五感沉浸式体验 这个旅客一上车就能大口的深呼吸 一 请启动 剪下彩带猫头鹰松鼠可爱小动物气球缓缓升起 台湾好行889大雪山线正式上路 每天往返总共有8班 有8班 那因为是在大雪山线 所以在后半段大雪山后面 那个是需要预约的 所以我们这条线我叫做用铜板的价钱 付得起的价钱的公车 你可以享受尊绝的旅行 主题巴士从内而外 由樱花 冠雨化梅 山枪等大雪山特有的物种点缀 两部日夜主题公车 让乘客看得万般陶醉 台中官吕局吸手产学中央打造 台湾好行889大雪山线 8月1号正式上路 从风云转运中心出发 行经石缸 东市 渊准山 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等 全线共23个站点 每天4个班次 去城早上上午7点15分发车 回城下午最晚4点45分 一趟只要82元 我们结合产观学 尤其我们设计学院菜老师这边 帮两台车子设计的完全是无感体验 而且是沉浸式的感觉 大雪山线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线 那我们也全力的支持台中市政府继续来推动台湾好行 我们把车体当成是台湾生态文化的一个展现的窗口 那在里面呢 也用到了很多的台湾的扁薄材啦 快木材啦 来作为一些迎宾的象征 也体现我们生态保育的一个理念 上车迎宾的红块 扁薄直式拉杆 飘出淡淡的香气 到站时还有鸟鸣声 公车结合五感沉浸式体验 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森林系 大口深呼吸